中国和老卧市山水相邻 友谊之路远远流畅 我叫赵云静 我是来自昆明局集团公司 昆明客运段高铁五队列车长 从事本职业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那么从事列车长的职业呢 是有三年 去年三月份就已经开始 是对各个站段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选拔 然后直到七月份的时间 我们正式参加了集团公司双骨干培训 那么这个双骨干培训的话 是主要针对老窝语进行学习 是从零基础的开始 一直到后期的铁路相关用语 都进行一个系列的学习 总共时间学习了一年的时间了 您好 您好 欢迎乘车 是的 你好 我看到大家都在紧张地做准备 我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列车上的文化墙 然后我们的文化墙的话 主要是介绍我们的班组构建 以及我们列车沿途的一个风景美食的打卡 我们会把这个小图标的贴在我们的列车上的重点旅客 比如说小朋友 女士 你好 这个是我们列车上对小朋友的一个标识标志 然后如果我们的班组成员看到这个小绘标的话 我们都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宝贝 给你贴在哪里呀 贴在手上啊 好 那你把小手给我吧 好的 哇 好棒 证明你是我们列车上的乖宝宝 你有几岁了 三岁那种 三岁是吗 好的 好可爱 好可爱 我们日常首先要进行对列训练 以及形体的礼仪训练 我们穿插了东南亚的服务礼仪 比如说双手合十力 那么进行所有的这个系统性的训练 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话 由于它是小城佛教 所以的话我们使用的就是双手合十力 那么双手合十力的话 它也有比较系统的这个划分 我觉得就是对于语言的学习 它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最不能或缺的其实就是语言 当老挝的人民来到我们的中国旅游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有一样的担心 比如说不知道怎么和我们沟通 所以当我们对老挝鱼掌握了之后 那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为他们提供服务 并且的话能够知道他们的需求 让他们觉得 其实虽然我出了国 但是还是和在自己本国一样交流无障碍 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尊重 我们都知道嘛 中国和老挝是山水相邻 唇齿相依 友谊之路渊远流畅 那么所以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十分期待 中老铁路的开头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支撑着 中国设计建造的 结合了中老两国元素的动车组列车 奔驰在中国和老挝之间 那么这样子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两个国家的友谊 也越来越深厚 也让两国的人民感到越来越幸福 我就用老挝语 跟大家问一个好 然后邀请大家到中国来旅游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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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国家的学校 地向来 在中国 外国 内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